平日做資源回收的環保站 要變身成為莊嚴的育佛道場 志工提前一天做準備 好多的師兄師姐 還有志工們來幫忙 打掃環保站 先把環保的東西整理 然後我們又要刷地板 洗廁所 把環保站打掃得乾乾淨淨 迎接今天的育佛 環保站乾淨了之後 育佛當天志工也花了巧思 布置育佛台 花香 這次志工會選在環保站 舉辦育佛儀式 是希望做到人間菩薩大招生 環保站 辦育佛的話 就讓大家知道 讓附近鄰居也知道 也可以來這裡做環保 做身體健康快樂 在志工的引領下 民眾虔誠在佛菩薩面前祈禱 希望善念共振 上達天庭 我就跟佛菩薩說 幫忙一下 不要說這樣子 那麼多的地震 天災那麼多 讓世界上的人 過得好日子 不要天災那麼多 讓大家能夠發心 來幫忙一下這樣 天下無災難 這個是喪人的 社會祥和 這個很重要 現在社會台灣的 不是只有台灣 幾乎世界都在對立 很奇怪 遇佛結束 志工也不忘敦親睦鄰 發送受討和康乃興 感恩街坊平時在環保站 請走動 讓愛護地球的行動 能在社區落實 大愛新聞 珍善美志工 林秀琴 徐兆銘 新竹報導 發送